一,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从来没有真正的距禁,无论遭受多少艰辛,无论经历多少苦难,只要一个人的心中还怀着一粒信念的种子,那么总有一天,它就能走出困境,让生命重新攀花结果。 二,坚持做自己,不是一意孤行,而是在日常竞争中,随缘而不变,稳定地贯彻自己的其风,其路,非达目标,绝不终止。 三,我们每个人都以微笑面对人生,没有了怨言,也就不会有拍仇,一个人有了希望,就会对生活充满信心,只要你用美好的心灵看世界,总是以乐观的精神面对人生。 四,给自己的人生设立一个目标,给自己未来一个明确的希望,给自己的生活一个方向的,让我们为着这个方向而努力,不断去超越自己,提高自己的水平,不让自己有携带的时候。 五,人生,也有自己的价值,一个人足弱不能使自己的人生辉煌,但也没有理由使他黯淡,人生可以平凡,但不可以永苏,堕落。 人生不在乎略取多少,而在于追求过程的完美与卓越,六,人生,就要闯出一条路来。 为了事业,为了奋斗的人生,竟必失去许多,但有事必有得,而得到的往往会比失去的更重要,它是人生的价值与意义。 七,人生最痛苦的,是梦醒了无路可走,就是真希望自己永远生活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,人生如梦,要真的是梦就好了。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事一样,都是可遇而不可休的。 自我反省,轻轻拂去心灵的灰尘,还自己一片心灵的晴空,不避惊风雨,又怎能见彩虹。 茫茫人海,此沫红尘,滚滚红尘中有了你,日子才会过得如此美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